小机箱的装了两个排风的风扇 顶部一个背后一个 我一直都跟你们说 AMD的X3D的CPU价格非常烂 现在终于有不烂的了 就是5700X3D 8核16线程纯大核的CPU 多核的性能对游戏的用户肯定是够的 最大的亮点是100兆的大缓存 配置如图主板有点过了 华硕的中泡手WiFiB550 4个内存插槽 两个M2硬盘位带WiFi 供电非常强 显卡的是蓝宝石的6750GRE的12G 注意是12G 性能你们很熟悉了 约等于4060Ti 其他32G 3600双通道内存 1T的4.0的硬盘 又是原厂硬盘 整体的配置很高 平常我不会主动的用 供电溢出的主板 都是刚刚好就行 今天是为了对得起这么好的CPU 这个CPU配非常高的显卡 都可以用6750GRE 也是为了出一整套 机箱的光效的可以自己设置 也可以关闭没问题 然后这个CPU2G缓存4兆 3G缓存96兆 内存和缓存 新版录塔是55万的CPU的跑分 总分152万 老版录塔是总分82万 CPU19万 这个配置其实好多跑分都没有意义 还是要看实际进游戏 3DMark显卡的跑分是12752 CPU的跑分不做数 开始跑游戏 低频键5 2K的最高画质 显卡的频率是2.58G左右 69度 你们很关心这个CPU的LODE是73 12G的显存用了8.6G 这是这个显卡很正常的帧数 我就不多做 很比了 马上再跑一些小网游 绝地求生好久没跑了 这是2K的三级式的画质 在野外跑步和开枪的帧数是在200帧出头一点 你们还说要跑DNF 我根本就不会 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始怎么给你们跑 根本就找不到画质设置 拜托终于找到了好奇怪的游戏 这个没法进入战斗实在是搞不定 那我只能放弃了 不好意思 到达2K的最高画质 帧数在200多 我没什么小网游了 那就看一下战争雷霆 这是电影集画质是2K 进入战斗以后 在一百大集200帧左右 操作感受很好 四般顺化 APX英雄也算是小网游 2K的最低画质 300帧是上线 已经顶着300帧炮了 CX22K的非常高画质 最后一个游戏 坦克世界的2K最高画质 帧数在100帧出头一点 打完了点亮1600伤害1800 6000多经验 全场最高还可以 最后给这个小机箱烤个机 CPU是89度102瓦 3.85G的全核频率 双烤时显卡的频率是2.15G 67度环境温度22.2度 机器背后的出风口41度 噪音51.9分贝贴近机箱 差钱买上413瓦 这是一个650瓦电源是足够的 单烤显卡什么都没有变化 凯霞的硬盘的跑分很好 这个CPU是国内可以买到的 最便宜的X3D 国外还有5600X3D更便宜 2000块钱左右 甚至2000多块钱的X3D 我觉得价格非常扯淡 但这个1000多块钱 是小众人群可以考虑的 我一般烤机都是默认的设置 这个CPU如果把电压设成1.2V的话 可以跑到80几瓦的功耗 所以还可以功耗 这样子的话 供电更低一级的主板 也完全可以 这个主板有点浪费了 基于今天这个CPU 会上三个不同的配置 一个是完全按照今天这个配置来 是5750 这个配置好得有点过头了 第二个配置是 把主板换成硬态的B550 还是两个M2硬盘位 四个内存插槽 用16G的3600的单调的内存 想加再加就是了 降价格的是5260 5260 如果再盖一点的话 那可以做到4399 是用的6650XT的显卡 其他配置你们自己看一下 如果再好一个档次呢 那就7700XT的显卡 这就完全高一档了 价格是6260 更多的变化的配置呢 在我们的网店 我们的网店是在 淘宝的首页搜中正评测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是在微信里面 做中文的中正电脑 公众号呢 会有网店的链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